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各位来到PiNight现场 一个以音乐与交流为主轴的晚会活动 在今天的晚会中我们将会闲聊今年的大会 或是邀请志工奖者来现场跟我们分享准备期间的心得 另外待会也会带着大家一起线上狂欢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拍起来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今天过得开心吗 其实我们听不到下面的人讲话 所以大家开心的话可以按开心的符号 那今天呢 这个PiNight活动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促进大家的彼此的交流 希望大家不要害羞 反正就是一个放轻松一起玩的活动 对没有错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会在这里 好啊 就是PiNight就是过去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然后主要都是用音乐跟交流为主轴 但今年我们在虚拟的会场 然后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被找来主持 大概是因为我们最近已经主持了很多不同的节目吧 对 其实呢我们两个从今年三月吧 开始我们就有主持了一个PiCast的一个Podcast节目 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听PiCast 有听过PiCast的人可以帮我举个手吗 大家是真的有听吗 大家真的有听 OK 那没有听的话 麻烦就是大家现在就帮我们按赞留言 订阅 订阅五星吹捧 五星吹捧 对 有没有小粉丝可以帮忙在旁边贴个那个Apple Podcast的那个连结 我们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就是走得更长长久久 所以需要大家支持 对 就是求关注啦 希望这个节目可以一直做下去 那今年其实也取得一个还不错的成绩 就是我们每一集都有在比前一集获得更多的收听率 然后每一集大概都有五六百次的收听率这样子 然后还有遍布到像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啊 或是日本新加坡等地的会众的听众这样子 那就代表说我们其实台湾PiCast这个社群的影响力 其实感觉也是蛮大的这样子 那对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业配到这里 那聊一下我们今天看到觉得印象深刻的主题 好啊 我今天有去听Keyno 你有去听吗 就是早上有那个魏哲仁老师他分享 就是当大家都会Pithon时 他就讲到 就是以前Pithon 台湾Pithon社群还没有那么蓬勃发展 然后他受到PiHug跟台北打Pi的启发 然后他就在花莲弄了一个花莲拍 然后还有就是从Sive Harder练习写程式 然后找到就是那种看起来好像很没有用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一直持续写下去的那种动力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很有启发 就是我觉得热情蛮重要的 另外的话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也有去听一个讲者分享 他的题目主要是透过可能像经济学习或者是深度学习的方式 去做一个协议分析模型的见识这样 中间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讲者 那他本来是做行销的 后面他跨过来教科学领域 然后做一个医药资讯的模型见识 那我就觉得蛮有趣 今天也在OpenSpace捕捉到他本人 就也邀请到他来 PiCast聊一集 做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接下来再聊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Gather的场地好了 今年的大会的话 场地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呢 是以一个中研院的复刻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场地 那不过后来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我们就算把它复刻成中研院的话 可能现场大家也不一定会有感受 因为可能过去几年有在中研院办这样子的活动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参与 那我想调查一下 这边有没有以前有在中研院参加过PiCon的人可以举手 其实像Benson 你自己是去年第一次参加是在台南吗 你就应该没有去过中研院的场地 其实我以前有在中研院参加过世帕 那世帕你自己有在中研院参加过大会 有但我参加也不是PiCon 但我以前就是曾经在中研院下面的一个单位叫Open Foundry 自由软体铸造厂 这是专门推广Open Source 还有开源跟自由软体 那所以中研院可以算是我的主场 但是我们就是考量到 其实刚向现场调查 并不是所有的志工都对那个地方是有感受的 所以后来就决定说我们就不要受限于原本的这样的想法 把它变成是一个比较是不一样的设计的方式 我今天在到处逛摊位 然后就跟路人打散 就是问说有没有听过PiCast 因为我前面就是挂PiCast的这个框框 然后我就去比如说像去一些赞助商摊位 我就先问他们说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请他们介绍一下 然后他们就讲完他们的之后就问说 那PiCast是什么 因为不像其他的工作人员是挂PiCast 所以可能大家就好奇问一下 然后我就跟iChef的伙伴聊天 然后聊聊我就说我们是一个Podcast节目 我们讲过哪一些主题 然后我就突然话锋一种 我就跟他们说 那你们知道我们在第五集有业配iChef吗 然后结果他们就回我说 iChef工程师都惊呆了 我觉得超好笑 我们见证了Podcast 从节目开始以来的第一个业配 我今天还有去找 就是那个国泰的无线大实验室 然后有遇到他们的 因为他们也有个Podcast节目 我们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上也有稍微提过 然后我今天有遇到他们的主持人 他们主持人在现场 对他们的Podcast主持人在现场 他们就聊了一下 像是讲者会不会很难找啊 然后就是都怎么样去决定节目的主题啊 还有就是他就说 不知道这会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他有没有分享一下他在做Podcast节目的一个想法 心得 其实因为就是现场很多人 所以我们也没有聊很久 可能可以看看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就是再找他聊聊 不过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像蛮多 conference都开始有做自己的Podcast 像我看到其实MobCon好像也有做Podcast节目 我觉得MobCon超酷 他们不但有Podcast节目 他们还有一个VTuber 我超羡慕的 那这就是我们明年的目标 好没有啊 不要乱开支票 这个总招决定就好 社群就是大家凑在一起做好玩的事 那我再分享一下 就是我今天有在大会场地玩大地游戏 大家应该有玩大地游戏吧 就是大地游戏 今年大地游戏有分成三个小任务嘛 例如讲说连制游戏 或者是比较两张图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那通关之后你会拿到一组密码 那最后你再把这组密码组合在一起 它就是我们通关的最后的这个钥匙 最后一个表单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钥匙填进去 然后你可以去做抽奖 那不过你最终要再走到那个抽奖的地方 去填你的通关的密语的时候 你要经过一座彩虹桥 那它这个彩虹桥就是有很多的机关 会让大家没有办法走过去这样子 就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走上去 没多久又被传回来这样子 然后旁边已经成功走到 走到目的地的人 就一直在笑彩虹桥上面 如果还没有玩的 明天可以去玩一下 对就是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去玩一下啦 还蛮有趣的 旁边有人说鲑鱼游戏 鲑鱼游戏 不是鲑鱼游戏吗 还好不是鲑鱼游戏 不然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这边可能只剩下两三个人之类的 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一个蛮有趣的 在场地上有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你想说的是不是那个大家都很执着 刚才我记得YYC是用执着来形容 就是关于吃的那个活动 如果大家有在Gather上面就是走到迷雾森林 可能就会看到就是有个美食相簿 我们有餐饮组的小伙伴就是他们很用心的设计了 这是今天的指定餐点 就是今天指定餐点是咖喱饭 没错 而且还非常厉害的弄了一个好吃咖喱饭的function 大家可以回家试试看 执行看可不可以吃到好吃的咖喱饭 不行的话就可能需要debug一下 或者是去找这个source code的提供者是谁 骂他 然后下面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咖喱 像是好像有蛮多是日式咖喱啊 或者是这个不是咖喱饭 不是咖喱的东西混进来了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今天的午餐 这是乐牙乐咖喱包 然后它厉害的地方在于就是 它除了还蛮有料之外 就是在忙碌的camp当中就是 你非常的时间是非常宝贵 就是只要加热就可以吃了 超棒吃起来就跟现做的一样 你可以说明一下这个咖喱包的里面的料吗 它有马铃薯红萝卜洋葱还有大块猪肉 OK看感觉经济实惠 我知道我知道你很想要我介绍一个咖喱 是不是这张 对对对这张咖喱你可以说明一下 这就是Benson今天的午餐 他是叫Uber E 然后他还特地就是花了时间把 就是通常Uber E送来 就是不是已经有 就是他对他送来的容器 但他为了要拍照好看 他特地把它装到这个乐克洛克保鲜盒 看起来就是有摆盘过 我跟大家说明这个只有三分之二 他看起来真的很丰盛耶 真的还不错这个是就表白很业配了 反正他没给我吃 但这个是一个椰汁猪肉咖喱就还不错 然后刚刚有一个重要环节 咖喱PK 再给大家看一次 这个是我的咖喱饭 乐雅乐咖喱饭 衣食包 对 他的优点就是效能好 效率高 然后这是Benson的分量大 超大咖喱 对然后对 好吃摆盘好看 对大家记住这两张照片哦 好 那我们回到现场 那觉得想要吃 是猫的咖喱饭的人 帮我按个爱心 想要吃Benson的咖喱饭的人 按赞 哇 我觉得竞争蛮激烈的 就是我觉得好像按爱心比较多耶 真的吗 但我觉得Benson那摆盘 其实还蛮势在必得的 嗯 可是我这样分析一下 我觉得 就是可能现场大多的人都是工程师 就大家都是注重 就是方便快速又便宜的特性 然后像我这样子 就是比较昂贵 那么浮夸的这种方式 大家可能都不喜欢 OK 这是我乱摆的 对一个现场不记名统计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是要邀请我们今年 Pi9活动的负责人来台上 跟我们聊天 那我们今年的 Pi9活动的负责人是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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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上来了 这样有了吗 有有有 OK 有 耶 欢迎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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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哈啰是吗 Benson 好那Peter 要不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那大家好 我是今年Pi9议程组的组员 然后我是Peter 然后刚刚在Lighting Talk 应该也是有看到我这样子 然后今天Pi9 就是我也是有参与筹判的工作 对那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Pi9 就是因为应该蛮多人是没有参加过Pi9 因为刚我们现场聊有蛮多新朋友的 所以帮这些没有参加过PiCon的就是说明一下Pi9这个活动往年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在官网上面有看到Pi9是一个由音乐啊还有啤酒的一个交流活动 那你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览 那我觉得Pi9就是那就是跟每个研讨会一样 我们其实就是需要一些Networking或者是双向互动的部分 就是你不只是去Tintalk 那就是你也是要两分Tintalk 然后八分交朋友这样子 可以认识一些同好 那我觉得Pi9比较不一样的是就是除了一般的那种Networking的话 我们也会提供一个品牌就是包括我们的往年实体的话 我们很多志工都会去展现他们非技术性的才艺 然后像是我们去年什么的弹钢琴什么的 然后不是去年应该是前年 好 没关系 总之就是他们会展现他们的才艺 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食物咯 对 我也会提供好吃的食物 大家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大概就这样 对 按惯例来说Pi9应该就是一个交流 然后听音乐 然后吃美食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没错 没错 其实大家如果可以就往左边走一点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虚拟场地 也有妇科那个实体音乐交流的那感觉 所以旁边有个音乐厅 因为其实Pi9这个场地 原本的概念应该是想要设计成一个游乐园 但是后来在做的过程中呢 就慢慢的变成有点像是一个度假村的概念 那等一下就是大家就可以好好去四处看一下 再来是想要问Peter说 你参加过就是蛮多PiCon的经验 你有没有对Pi9这个东西的历史 有没有概念 或者是说其他国家有没有类似Pi9这样子的活动 是 就是如果在台湾的话 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包括我们的大前辈YC在Pi9那边算是一个开始吧 然后国外的话就是当然最早的 包括最早的EUROPiCon 然后或者是世界各国也都有很多PiCon可以参加 那我们大会每年也都会常常送出就是 就是招待不算招待就是赞助你去参加各国PiCon的活动 那就是如果想要把它现在可能比较困难 但你还是可以用线上的方式去参加 那就是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把握 好 谢谢Peter的分享 真的 就是主要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交流啦 那接下来就是要就是顺势问一下Peter 今年我们其实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Spring 这前几个礼拜 上礼拜 对 上礼拜 然后才刚结束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主要就是大家可以报名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去分享你的专案 然后带着大家现场去等十座几个Ticket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以一个比较交流的方式去分享你在做的东西 那Peter应该是Spring的一个其中一个讲者 对 我是其中一个的主持人 我们总共有八个专案在进行 就是每个专案就会有一个人来分享这样子 那Peter你会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那这边的话我们这次今年的Spring的话 就是像往年一样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专案 包括比较大型的像Apache Airflow这种就是知名的专案 然后一些比较有趣的 像是我们总裁李维他带了一个就是巴哈姆特的专案 然后再来就是也是有我这种 我带了一个专案是比较有前瞻性的 就是一个下一代就是Web标准的专案 我有看到一个专案蛮有趣的是什么生物多样性资料 看起来有没有 对没有错就是其实它有各式各样的主题 那其实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Disco Channel 其实就当时就是上礼拜的一些讨论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想加入的话 还是可以在那边发个声这样子 让当后期的知道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Spring的活动啊 就是现场的运作的情形大概是怎样 进行的流程的话就是我们是以台湾来说的话 我们的Spring是一个一天的活动 那早上的话就是会有各个主持人去 有点上次pitch然后他说明这个专案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他想要找怎么样的伙伴来加入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做分组 然后就是在各个专案就是招募有兴趣的人 然后来分别的就是进行开发 那就是参与这个专案其实也不见得 就是说我好像要很危险的事什么的 那其实也有很多非技术性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只要对这种开源或者是Python有兴趣都可以看看 那我觉得总是会有一个适合你的专案 再跟你问一下你最后得到的成果是怎样 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是一个去实作网路写定标准的专案 那我们招募了到大概六个伙伴跟我一起参与 那他们也都有不一样的背景 包括比较资深的伙伴 然后也有就是刚出社会的伙伴 那我觉得这也是参加开源专案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遇到非常diversity的背景的人 那我们就是这六个伙伴我们就是分成了三个小队 那我们在这三个就是三个issue方面都有做到一些进展 那如果因为现在时间有限我也没办法细细说明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会后再找我 然后就是我待会把我们专案当天的一些成果的供笔贴在文字栏 那大家可以自行参阅 那我再问一题你自己觉得就是参加Spring 让你觉得最有趣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吗? 最有趣的我觉得全部都很有趣我想想想看哦 我其实也没有很深的经验我第一次参加是在日本 然后那边但其实我不会日文所以就是也是很好笑这样子 我就是看着萤幕跟着做这样子反正正是Python就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然后在台湾的话我觉得这次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总裁李维的一个专案 他其实本来是要带来Community整这个就是Python工具的专案 就是大家都对他巴哈姆特的专案掉进去 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充满惊奇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那还真的蛮有趣的 好啦那我们感谢Peter跟我们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对Peter做的专案有兴趣 或者是对Spring的东西有兴趣的话 待会就是可以现场找应该有蛮多的参加Spring的经验的人 来做这个讨论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按个爱心谢谢Peter 好谢谢大家请大家就是享受接下来的Final 好接下来是我们第二位来宾 好那大家欢迎Ker 耶 哈喽 就我所知Ker今年已经是第五次参加PyCon了对不对 对今年是我第五次参加 然后也同时是我第五次在PyCon台湾给Eto 就是因为我们我跟Spring是做PyCast嘛 然后Ker就给我们蛮多意见 有点像是我们的顾问 真的 那想问一下Ker有参加过其他国家的PyCon吗 实体的话目前参加过台湾跟日本的PyCon 那其实本来就是后续有蛮多计划 不过疫情的关系都只能炸坏 那线上的话今年我有投EuroPython 就是欧洲的PyCon 然后目前的规划就是每一年会挑一个英语系国 接受英语系Talk的国家投 然后再加上可以的话就是PyCon台湾也会继续投下去 旁边有就是朋友在问说想要听Ker分享投稿的秘诀 这是不是之后可以直接邀Ker来讲一集啊 有其实我之前有在那个Clubhouse最早那个风潮的时候 没有办过一次活动 然后在那边我有分享过 不过那个时候的那个听众其实蛮少的 对对对那个时候最一开始吧 然后后来就没什么人用 安卓手机的使用者没有办法参加 没错 后来可以参加之后就没有人用了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 就是聊一下你的题目 那我念一下 就是Learn from LLE to PEG Parser the Hard Way 那这个Talk的题目呢 我是完全没有看懂 所以我不知道因为应该也有蛮多像我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的 Ker可以先帮我们就是解释一下 好 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把我这前几个月学习编译系前端的过程 浓缩成45分钟搬到PyCon台湾下 那讲一点这场演讲的背景 明天我也会讲大概 开头会讲类似的内容 就是Parser是编译系前端 那这个更新算是近年来Python语言的一个理程碑 那PEG这个技术我们叫PEG 这个技术使用同时是C Python 3.9 世俗文件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现在已经是3.9之后的版本 那更遑论说当时Python之父Griddle 他在19年底的时候有给演讲 那给演讲之前其实他还甚至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在讲Pag 那如果你对于Compiler这个圈子 编译系这个圈子有了解的话呢 Pag也是被主流 就是Python应该是第一个主流语言 采用Pag作为Parser的案例 所以某方面来说这个主题其实是蛮值得探究的 那我之前再自我宣传一下好了 就是我明天的话是R0下午的第一场Pog 那这场主题的话比较属于C Python硬核 个Core的部分 但是听众方面的话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我内容其实有做一些调整 所以原则上只要你有在写Python 不管你是新手老手 应该过多或少你都会有收获 是没关系的 唯一不适合 我讲唯一不适合这一场Talk的群众 大概是你已经研究过一个Pag 对C Python Pag实作甚至都了解 因为这场Talk可能不会带给你新的知识 没问题吗 好那我再讲一下 我想要召唤一下 如果有惠众你大学的时代编译系课程 有碰过Pag的话 欢迎等一下找我聊天 因为我其实蛮多事情想请教 有没有人知道Pag是什么 帮我们按个举个手 我觉得现场全部都是你明天的听众 有 待会大家可以去旁边聊聊天好吗 就是明天也可以好好去听一下 那个Kurl的演讲 应该会有蛮多收获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Kurl很细心 还帮大家就是整理成 每个level的人都可以听得懂的方式这样 好 最后问一下Kurl 就是因为你这个东西 其实是跟CPython比较相关的 那你接触这个比较Kurl的CPython的契机是什么 我这边有一个非常长的答案 我刚刚有讲今天这个题目的契机 大概就是Griddle他写了一系列文 还给了Kurl 但是其实我事实上我每一年都会订几个主题研究 那把Python当作一个里程碑发表价 所以其实我其实也蛮惊讶 就是这样一路下来就五年都没有断过 就一直准备下去 那包括现在其实我也正在准备明年的内容 对 超前部署 对你这样讲其实没错 事实上我第一年在准备的时候 大概花四个月左右 那我到后面近几年都已经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到现在就是已经前一年的当下 早就在准备后一年的议程 对 就代表说你研究的这个主题的分量 应该说它的深度是越来越深的 所以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可以这么说 那选题的部分的话 我最早就是从应用开始选 那就是自己应用就是简单来讲 就自己开发一个开源的软件 然后就开始在介绍就是自己开发了什么 那到后来就到产业的发展 因为毕竟刚刚那个Benson也有讲 就是你很好奇说这些大公司 还有你怎么用Python的 那自己就身在这些大公司中的话 那我就会想要告诉社群 因为毕竟我也曾经是那个听众 很好奇就是这些公司怎么用 那现在作为这些公司的一份子 我就会想要把这些那个自己怎么使用的方式 就是传达给大家 那我发现在做这件事情的人其实偏少 就是不太多 所以就觉得有这个必要性 那再到后面我就有做 就开始做C Python的历史 那近期的话就是开始挖那个C Python的细节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就是Py9小学堂的活动 就是会跟大家考考一些跟大会有关的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困难的跟Python有关的题目 就是也是 Kerr也帮我们贡献了不少题目 对那等一下大会大家可以期待 那我们也感谢Kerr今天给我们的一个 这个比较brief的去介绍你明天的讲题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明天R20下午第一场 对吗 对下午一点 对没错 那大家用一个Python的符号来 就是我们谢谢Kerr 谢谢Kerr 谢谢世贸哥 Banser 谢谢Kerr 哇 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好厉害哦 对啊 对啊那个结尾的那一个鸭尾光太郎的You are the hero 这首歌应该没有讲错啦 真的很有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对不对 这是由我们的会众塔吉巧克力现场为我们带来的 所以他只是会众吗 还是他也是志工 没有没有 他是会众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 之前我们不是说Py9就是以一个音乐跟交流为主的活动 但是本来今年在我们原本实体的时候是有约好说要请一组乐团来表演 但转到线上的时候这件事就已经取消了 所以你还记得我们在规划Py9的时候是想说可能就没有音乐了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本来是有一个乐团要表演嘛 但是后来因为转线上不得已 所以才说我们PyCast的两位主持人可不可以来帮忙出一个节目这样子 对啊 但没想到就是后来大家这样子聊着聊着突然有人就是建议说 诶那谁谁谁是不是可以来表演 对因为我们在那个舞台就是场地的旁边有设计一个音乐厅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诶那个地方很适合在那边假装好像真的在音乐会里面 但是大家在闲聊的过程中就一个 互相推坑 对互相推坑没错 这个社群真的是一个爱推坑的社群 然后但是大家也是没有在怕的啦 就是直接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这样 对啊这完全是没有set好的 然后不管是一开始先上台表演的志工 还是后面就是自告奋勇的会众 我觉得真的超棒诶 但是说实在我先坦诚 就是那个时间点我人已经不在线上了 然后我真的很后悔我那天没有全程待在现场 因为感觉就是那个当时那个大家互动 然后在表演音乐的过程应该是很有趣 然后我也会觉得如果我当时在现场 我可能也会拿麦克风出来唱两首歌之类的 诶那我来爆个挂好了 我听说李维好像已经在准备明年的表演曲目了 那Benson你是不是也可以现在就开始准备啊 我跟李维抱一团这样子吗 看你咯你也可以自己一支独秀的表演几首啊 我是觉得说如果明年是现场的话 就是很希望明年可以是实体的活动啊 这样子的话大家这个交流的过程才会是一个更加紧密 然后不会像是 其实虽然说我们今年以线上方式来进行 觉得其实已经是做得不错了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不要把麦克风打开 会影响到正在讲话的人 或是影响到正在表演的人 所以说大家可能就会把自己麦克风关掉 那其实这样子的交流相对实体的还是比较冷淡一点 对啊 其实我们在Pi9就是很希望是一个 大家可以轻松聊天的环境 这边也要说一下 其实我们原本的活动算是暖场活动 但是不知不觉其实跟大家玩太开心了 就玩了很久 对对对 就是没想到线上游戏那个小团康还可以玩得这么热衷这样子 也是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本来以为应该会很冷静 对啊而且我们原本只想玩三回合 然后现场不是有人说想要加码 加码 所以我们又再玩了一轮 对但是其实那个Pi9负责人 就是一直在私讯我们说 诶我们超死了这样子 要我们控一下时间 我那时候玩太开还没有看到 对完全没有注意到 完全没有注意到Peter在 就是私讯我们说 诶我们可以准备结束啰这样子 真的 不过后面没想到大家还是利用剩下的时间去办了音乐会 真的是很很惊 惊 惊 惊喜 惊喜 惊喜对 我一直忘记这个词 对 你给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 你知道这个吗 好像有听过 可以看一下让子弹飞 好啦这是题外话 那你觉得这样Pi9主持下来 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的感想是 呃要面对很多 突发状况 然后还有跟实体活动上主持的一个落差 就是因为在线上大家没有开麦克风 加上没有开视讯镜头的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不太确定大家有没有真的在跟我们互动 所以我会一直请大家按表情符号来回应我 嗯对会看不到大家反应 对对对 就是真的稍微冷却一点啦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想办法很努力的把那个空白填起来 对啊 也是蛮也是个蛮特别的经验啦 我是觉得是蛮特别的经验 因为真的没有这样子的主持经历 这也算是我第一次主持活动 说到互动 说到互动其实像我们平常在录PiCast 我有时候也会很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听众跟我们互动 比如说留言啊或者是按五星推讨订阅 真的真的 那种东西不能少 对 这个当然是越多越好 但我们也不会勉强所有听众 不过如果大家就是愿意 帮助PiCast变得更好的话 那可以到Apple Podcast去 就是留言啊 还有按五星这样子 帮助我们把这个节目的排名再往前推一点 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的节目 对啊 还有像是我们在大会那时候就有征求说想要 听众想要听什么主题 然后那时候也是蛮多人在当天现场就是有 发表他们的意见 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如果我们的听众 你有想要听任何关于Python有关啊或者是 其实我觉得根本也不用特别限制于是在Python这个社群 或者是他设的 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其实也认识了蛮多不同那个conference的人 甚至是不同conference在经营Podcast节目的人 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可以合作的一个机会 对啊对啊 总之如果大家 就是一个蛮特别的 如果大家有想要听什么就告诉我们 嗯嗯嗯好 那么就感谢大家今年来参与我们Python Taiwan 2021大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希望明年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狂欢 那我们就明年再见 下个节目就会见了啦 哦对啦 明年见 就是当面见嘛 然后下个节目在空中见 好 那就拜拜咯 拜拜 拜拜